请了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俩兵 红旗 光杆老将 就一个马 你听好了 红旗 光杆老将 就一个马 黑旗是视相拳 一炮一马 还有俩兵 就这个局面下 红旗有先行之力 他先走 走了五步 把对方将死了 就对方无论咋走 这五步一定必将死你 这叫五步定化身 这是昆子局的名篇 是什么个故事呢 当然我们说这个旗局啊 如果要按上传说的翅膀 他有可能传播的更广 他说的就是北宋初年 咱都知道赵狂印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成了北宋的开国皇帝 他当了皇帝之后啊 华山顶上啊 有个道教的一个祖师爷 叫陈团老祖 他原来这个五代十果的时候 天下大乱 陈团老祖呢 在山上啊 睡觉 就天天睡 你怎么叫都不行 说这天下大乱 我一睁眼睛 看到这情况 看黎兵百姓受苦 我又无能为力 我受不了 我就睡觉 结果呢 赵狂印一上台 陈团老祖就醒了 醒了 他骑着毛驴下山就问 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赵狂印上台了 这陈团老祖乐着从驴上掉下来 说这宋太祖上台了 老百姓就过好日子了 你听这个传说 明显是吹捧开国皇帝 但是接下来这个有意思了 就是陈团老祖呢 说 宋太祖上任了 已经天下各方面都属于长日久安了 可是他所在华山周围 老百姓的说服依然很重 日子不好过 正好这一天 赵狂印到华山旅游了 在山顶转一圈呢 发现陈团老祖这老道坐在一个石头桌前 桌上摆着一盘棋 他听说华山顶上有高人 这有个陈团老祖 这一问 我就是 那您干嘛 我喜欢象棋 咱俩来一盘吧 这陈老祖下着下着 说我跟你提个条件 下到什么程度呢 就刚才我说这盘面 陈团老祖呢 光杆老将一个卯 赵狂印试相权 一炮一马双兵 这走的这程度 虽然陈团老祖先走 但兵力相差太悬殊 这时候陈团老祖 拉过一张纸把棋盘盖上了 所以我知道你是当机皇上 你忙不了我 龙行虎步 帝王之气呀 能来到我华山 这算得上紫棋东来 高人来了 我给你下到这儿 我提个要求 倘若这个棋我赢了 你要减免华山周围老百姓 五年的税负 五年不纳税 要我输了 我愿借你向上人头 就把我这脑袋借给你 你想干嘛都行 那么说我这脑袋 你拿不去练丹 都能长生不老 张宏一听说行啊 这盘面张宏一怎么盘算 我也输不了 我泡马双兵视向拳 你就官哥老将一个马 你怎么赢我呀 好 揭开这纸 俩人续一 接着下 陈团老祖连走五步 这五步下去 赵宏一发现傻了 不论自己怎么闪斩腾挪 走五步 俩人交往五步会合 他必死 都无法进去 这叫五步定华山 最后华山这一带五年不交税 这封地封给陈团老祖 当然老祖不要 你只要不收税就可以 所以这是五步定华山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在中国原来的 这个过去笔记题小说里有 这个故事呢 我当初把它挖掘出来 我就找 我说这五步定华山是在哪 后来翻了很多古谱啊 找到这个了 找到这个最开始 是当年我做奇异杂志的时候呢 新加坡有一本这个期刊 叫星斗期刊 叫什么我忘了 他向我们这边约稿 我就把这个故事呢 写下来 然后把奇谱俯上来 结果呢 在新加坡那边反馈回来 说当地奇迷特别欢迎这个 后来从我们杂志里 摘了很多 就是写这类的文章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市场 因为奇本身呢 相对不深 你一看就明白 而且故事很有好处 所以我后来跟这个相机协会 中国奇异的人说 我说你们推广象棋的时候 你要总是讲专业的 那寿终面肯定窄 多讲点这个故事呢 就好办了 所以我在这个老年 看下这本书里呢 很多地方讲 包括盲棋 让子棋 采棋 像这些江湖残局 我都尽可能把它搁到故事里来说 这样你马上就明白了 而且加深印象 我觉得这个有个特别好的地方 不光是对象棋会产生兴趣 而且是个好的吹牛之难 很多朋友不见得这旗下的有多么的厉害 但是最近有一个刚刚读过您这本书的人 天天就开始跟我的人说 这些小的故事 你把这棋盘摆上 比方说你碰一个朋友 他也会下棋 你把这板子 你看 我一个老将 光尔老将一个毛 你是泡马双兵摄像拳 我就先走我就能赢你 五步就赢死你 他看半天说 你咋赢的呀 我告诉你 叉叉一走 因为这棋走太妙了 不知道吧 五步定华山 想当年全喷了 你看这多 他有文化 看你是葫芦华加涮天坊 好人家好人家